今天天气非常不错 这些虫子们都出来了 顺手就抓一只 出来逮个蚂蚱小胖也跟过来了 你这样我还怎么逮蚂蚱呢 天下的狗子也跟过来了 这里有个蚂蚱 被小胖过来一下蚂蚱跑了 你们这两个家伙 这样我还怎么逮蚂蚱 简直就是两条脚屎棍 天下的狗子抓了一个什么老鼠 我们跟过去看一下 难道里面有老鼠吗 这狗鼻子就是你 他怕我抢他的 直接嚼烂了 一个老鼠窝被他直接嚼烂了 逮到了 来几只回去给小鸟们加餐 差一点就被你跑了 还是被我逮到了 他想逃 逮到了 有这样两只狗子跟在一起 抓蚂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还有不怕死的蚂蚱 飞到我的身上来晒太阳 小胖 交给你了 不要坑我的手 他抢我手上的蚂蚱 不要咬到我的 我怕他咬到我的 放到蚂蚱 放到裤子上你自己来抓 这样 对 这样 哦 别咬到我的 给小胖吃了 骂蚱都被你们吓跑了 看来下次我出来得悄悄的 不能让这两个家伙发现了 这里又发现了一只 在小胖赶过来之前 我们必须得给他抓住 失手了 说小胖小胖就到了 他飞到这儿来了 这里才被我带到了 这个草丛里面有一只 虽然他只摟了一条腿 还是被我发现的 哎呀 你还弹我是吧 这一次发现了一只非常大的 摆到了 还好这块小胖没过来 不然又被他跑掉了 这草上面又有一只大的 抓到这只我们就回家 来到了 来到了 这人可是大害虫 专门吃庄稼的 这条最大的我们必须讲的一个蛋蛋吃 蛋蛋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啊 上一次连螳螂他都给他打败了 非常勇敢的小家伙 哦 掉了 这小家伙 虽然块头不大 但是他劣势本领非常强 这么大一条虫子吃完了 今天他连晚饭都不用吃了 一只麻雀来抢 一只麻雀来抢 他叼到三刀树里面去了 晚上他应该就会在这里面休息 水 这样的人 我不要打败了 你说放败了 好像一样 那么我打败了 我们还可以打败了 这个地方 就会打败了 就会打败了 我们打败了